秦国军并不想列国都来相亡 他想的是慕陵友好 不过呢 还请魏王能够说服赵王韩王 一同前来相秦王 魏国在三晋之内 可是最强最大之国 魏王是最尊最贵的王 这点小事 总不算是难事吧 魏国军欲求三晋相亡 他国嘛 贺是要来贺的 不必君主亲至 派遣使臣便可 来相邦此愿事官三晋败交 在下更当秉臣魔王之后 再给相邦一个答复 既然是三晋来乡我秦王 那必然会有个礼仪 我张仪是这么想的啊 在那些梵文辱节完事之后 秦王会简阅列国仪仗 那是秦王无限风光之时啊 还请老相国告知贵国王上 干脆给足我秦王面子 那如何才算是给足了面子啊 还请魏王为我秦王御 如此 也太无礼太张狂了吧 你秦军相亡简阅仪仗 让 让我亡给你亡牵马 既然是三晋相亡 那赵王和韩王也不好闲着 还请魏王能说服赵王和韩王 在我王简阅列国仪仗之时 与我王身后半价 昌宴 我会是敬你某国有成 可老夫绝不容易如此秀武为国 难不成 我张仪伤了老相国的自尊哪 各人尊严何足道在 国家尊严断不可辱 老相国只顾你国尊严 却不顾及秦军颜面 秦国好不容易打了胜仗 却不趁人之危 贵国尽限十五成我们不要了 而且还返还两成 就为了换魏王一点尊严 这还不合算吗 不合算 此绝非等价交换 敢问老相国 何者价更高啊 国家尊严无价 当年魏国劫持秦军 托其签订 秦魏之盟约 敢问 当年秦军之尊严何价 那都是过去的事 你不是说贵国军商 已不计前嫌吗 秦军当然大度 大可不计前嫌 可张仪铁为秦国相邦 一定要把这个面子招回来 你 你就如此账 十年前 魏王撕破秦军的脸 十年后的今天 秦军也要撕破一次魏王的脸 不成吗 原来 原来还是记着秦军啊 老相国何其愚钝呢 此抽 秦国国君从来未曾忘记 大秦的臣民从来未曾忘记 还请老相国反攻自行 倘若贵国国君十年前便可称王 却被劫持 且以死相逼 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城下盟约 贵国国君会如何 倘若我国国君许婚贵国国君 而迎娶的新娘 竟然是行刺新郎的刺客 贵国国君又会如何 老相国辅佐大半生的老魏王 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他不怕老天爷报复吗 可那时 老天爷他瞎了眼 他就没睁开眼睛 你魏国自诩 齐国是坚强的靠山 秦国不敢把你们怎么着了 秦国要报仇 只能靠自立 自谋 自强 可如今呢 秦国和楚国联姻联盟 那剑锋十度的齐国 还会帮你卫国吗 没人帮 没人管的卫国 就只有挨打的份 我秦国可以打你卫国 一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只要你们不认输 就可以一直打下去 不是最终灭了你的国 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 还请老相国明鉴 我张仪让魏王替秦王牵马直凳 那不是撕你魏王的脸 那是掌你魏王的脸 不然 魏国王也亡了 你魏王的脸还亡哪儿发 在下明白了 在下回去 会劝说我王 接受贵国的恩赐 好 老相国不愧是老成谋国呀 张义佩服 贵国之云 刘功 老相抗 红板 老很 虽然 老眼